到台式新闻全球现场来关心 有货车驾驶精神不济开车上路 结果来到了台北市文山区 开到对象车道撞毁了五台自小客车 另外在新北市三重 还有一名外送员 因为心血管疾病自摔撞车 送一后宣告不去 外送员摇摇晃晃好像喝醉了 完全没有办法骑直线还差一点撞到行人 他赶快停在路口喘口气休息一下 但没想到下个路口一个不小心自摔 直接撞到路旁机车整排通通被撞到 警方到场发现男子已经失去意识 叫也叫不醒 一旁店家发现歧视状况赶紧帮忙叫救护车 这起离奇的车祸发生在这个月 五号上午新北市三重区 黄西男子从三河路要右转往龙门路行驶 男子因为心血管疾病复发 自摔倒地送一后抢救无效 而在台北市文山区 四号也经常离奇车祸 货车原本好好的却开始慢慢偏离 越过了双黄线 想不到驾驶不但没有修正车头 更直直朝路边车辆撞过去 路旁五辆自小客车 纷纷被撞严重受损 机油还漏了一地 好在没有人受伤 驾驶唐行男子当时正从新北市三重区 在指乐器要送往戏曲学院 开车恍神逆向撞车 精神不济开车上路 这下得惨赔其他车主的损失 记者松人杨文豪台北新北市采访报道